我們要提一提 因為夏兆星特別聽到我們 這是新歌 對 告訴你聽到這首新歌 如果大家想看夏兆星最近出了什麼新碟 他有網站給我們 就是www.denisdommer.com 夏兆星的新碟 宣傳組織為止 我們說回英文 其實現在撐社民這個行動 是否都有公民黨內的人 他又不是叫做撐他 客觀點去評論這件事 就不像他公民黨內那幾個人說的那些 譚香文在新報 今天有一篇文章 他說他很理解社民念的做法 還有他認為就是政府的不堪 還有沒有文選 所以才有這樣的局面 這個看法是比較正確一點 至少他會看到這件事 但是湯家驊 如陽味那些 他基本上是盲了 他是看不到的 不但只看不到 他還要動我們 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看到輿論開始有一點轉向的時候 他就開始搖底了 那你證明這些人怎麼搞政治 就是隨風擺樓的 你不應該搖底的 你要我們搖底 這個可能跟那個背景教育 意識形態有關的 你看到公民黨那幾個都全部是大狀的 不過就很奇怪的 就是Martin也是大狀 他們是大狀 為什麼這麼不同呢 這跟他們的背景意識形態有些關係 Martin是由抗爭出身的 大家都知道 從這個80年代 他脫離這個財進團 不跟這幫財進了 我自己和華叔他們搞這個 當初的港同盟 之後就成立民主黨 六四的那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社運的力情 現時這幫公民黨這一幫大狀 是未受過真正的社會運動洗禮的 OK 所以六民當初批評他們是藍血人 他們加上的思維模式和那個做法 都同樣是藍血人的本質的 很簡單的嘛 你看看袁若薇的論述 喂 我馬上就感覺就是 好像這個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貴族 對那些農民的批評一樣 你說這個主流社會不認同 當初法國大革命主流社會不認同嗎 孫中山聲搞革命 主流社會不認同嗎 是吧 當你到一個抗爭的時候 你是基於沒有一些社會的矛盾 社會矛盾的出現 因為這個主流控制這個社會資源的人士的利益 是凌駕那些被壓迫的一群 當你不理解這個政治關係的時候 經常用這些似是而非的思維模式 他們根本就完全不理解那個社會的現實 湯家懷有一個說法做好笑的 如果爭取民主要這樣 我退出民主派 你快點退出吧 對不對 有些朋友叫我 叫你激還驚 就是那些小朋友的 小朋友 火都來了 我覺得他退出 你真是瘋狂的 你真是 我覺得他退出 No one cares 你這個說法的邏輯很有問題 我真的 你爭取民主 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對不對 你退出就退出 你快點退出 民主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包容成 還有很多時候的行動是基於策略性的考慮 是吧 有時激一些 有時這樣磨一些 喂 毛澤東都講談談打打 哪談哪打 但是對譚香文這個 稍為和他主流意見有才不同 可能可以做一個階級分析嗎 我看一來他不是從 大眾思維藍血仁的身份 因為譚香文都是和基層接觸多些 就是他住的地方 不同的大藏 資深大藏住的地方 是吧 大哥他住在黃大仙 就是和那個基層接觸 我想那個財政預算案 他的感覺和憤怒呢 是較接近這個小市民的 不同的那幫大藏 大哥 嘩很難聽些 余若美一件衣服的價錢 夠些人吃一整年 就是那個 是有個階級出身的分別的 所以譚香文那篇文 是較為反映到那個 市民那個 真實的感情 除了譚香文之外 還有哪些人 哪些學者去支持 其實呢 他們又不是支持社民 他們對社民也沒有什麼厚外 不過他是從一個 就是政治的現實 以及從一些所謂 爭取民主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或者那裡有壓迫 那裡就有反抗的 這些角度出發 你看這些問題 譬如包括吳志森那篇 暴力議會 議會暴力 當然他寫這篇文 就說我們那些算什麼 你的議會是暴力 我們的議會暴力 他那些叫暴力議會 這個暴力議會 就是第一 那個八百人選出來的行政長官 他凌駕一切 八百人而已 跟著那個立法會 有一半不是直選產生的 然後那一半功能組別 有些人在他的界別裡面 在一個這樣的議會裡面 當多數的意見 在議會裡面都被壓迫的時候 這個議會不是一種暴力 這是暴政來的嗎 這是暴政來的 這是暴政來的 我們在反抗暴政而已 跟著我們的盟友質疑 我們反抗暴政 另外公開大學李德成教授那個 他用社民連抗爭與立法會專員為題的篇文 也是類似的角度 就是說 為什麼社民連要抗爭 你想一下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才行 他這樣做的背景就是完全正 因為你那個議會沒有尊嚴 所以你何俊仁不知所謂 你跟那些保皇黨 同一個避光都出來 他說要維護議會的尊嚴 這個議會有什麼尊嚴呢 這個議會是沒有尊嚴的議會 如果何俊仁的說法呢 他去到外國去到其他地方 他怎麼批評這個功能組別 就是佔了半議席的議會呢 如果這樣 你有什麼資格批評共產黨呢 是不是很簡單的道理 是不是 你經常說大陸的議會 就是完全思維混亂 進退失去 有一點點像 當時這個 記不記得在敏利盧門鎮的時候呢 那時候教授 就是罵馮檢基的 是啊 今天有一篇鄭培凱 就是學者 那邊寫得好 他在《明報》《世紀版》 他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真的寫得好 他寫得好 他真的完全是從一個學者 一個詩人 一個文化人的角度看問題 他那個題目叫 不可遺剿 這個不可遺剿的意思就是 現在的人遺剿我們 是不對的 是不可以遺剿我們的 他意思就是 其中有一段 他前面舉了一個 《幽靈公主》的故事 即是龔祈俊那個 《幽靈公主》的故事 那個我們不說了 他那個作為一個人質 但是他說 他說香港人性機巧 善轉型 不但把握到主流的快意 以滿足 可想而知 對於某些人 以及機構來講 更加是生存之道 這個我是非常明白 香港人就是這樣 香港人就是這樣 西瓜靠大邊 善轉型 但是我們應該謹慎對待 每一個強弱懸殊的狀況 在每一次遺剿的場合 揭問自己 是不是真的要加入 這種多數裏面 我何尚很滿意寫文言呢 但我驚訝於一面倒的遺剿 平反六四議案連連被否決 不守議事規則 卻能讓泛民與建制結盟 非黑即白 大是大非 以前這些沉重的形容詞 是用於六四生命人權 這些原則性問題上 電視新聞把社民連抗議聲音 押下消音的情況 也叫我極度不惜 是呀 我都覺得他們太吵了 但那抗議明明 是發生中現實的一部分 誰憑什麼權力 替我把他過濾掉 這也是讓我無法接受遺剿之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社民連 不會就此改變路線 那麼對峙是否就是多寡對決 跟紅頂白你死我亡 社民連是其次鮮明的少數 不過若大家以為其支持基礎 是社會中約一成激進派支持者 喜歡直接和簡單的抗爭行為 那就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 這個基礎裡有一群教育程度 在大學以上年齡40以下 以讀書為人生最高樂趣 看當代社會民主主義 第三條道路 及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元氣以發展 這兩本是我們的教科書 鄭培凱他都很有心 我很清楚 就眼看發熱的人 姑且按下不表 我有一位同齡的工程師朋友 經濟獨特狠通 性格及生活冤子 與我完全相反 一直投票的兩國好 原因是他單純 跟最高道德原則做事 不會錯 換言之在他而言 錯的意思是違背自己的原則 顧物論他說得對不對 這其實是常見的標準 相信誠實的人格 不信任投機的政客 你說這種人不懂政治嗎 他可以隨口對立法會內各種陣型策略 吸出一堆分析 面對香港政治悶局 他的處理方式就是將道德凌駕政治